念了一下组织目标的话题 前几天接到一个咨询电话 说他们企业正在推行绩效考核 发现有个问题 生产部门怪 人力部门造不到人 从而影响生产进度 导致交货不及时 销售部门指着生产部门生产出的产品 总是交货不及时 质量不好 生产部门就会指着原材料采购不及时 技术部工艺图纸老是变更 采购也会指着 技术部制定的工艺标准太降化 采购成本很高 质量部就会指着 技术部工艺标准不规范 经常变来变去等等 正因为以上现象的存在 所以该企业在做绩效考核的时候 发现部门的绩效分数很高 但是企业目标却不达标 出现类似情况 部门级目标和指标 很可能是凭感觉拍电脑而制定 有些形而上 是为了考核而考核 其实这种抱怨在很多企业 都或多或少会存在 这里面如何将部门的效能 能够有效的发挥出来 绩效指标的制定 就是我们如何科学客观的 评判企业的标准 衡量一个部门有效的产出 尤其显得重要 一般部门级的目标 通常有三个来源 第一来源 公司级目标 绩效思想是公司所有部门或员工的目标 都应该以公司的战略为导向 一个部门要做什么 那就要回答公司要什么 然后从公司到部门 从上到下进行分解 因此 部门级目标和指标 是从公司级目标和指标分解而来的 承载着落地战略的作用 我们会用到一个咨询工具 就是目标分解举证表 这个表格是有助于将公司级的目标 能够更有效的去落到每个部门头上 比方说有一个公司级的目标 叫做即时交货率 即时交货率体现的是公司与公司之间 竞争对手与竞争对手之间 如何更加快速便捷的将合格的商品 送到客户手里 这个指标如果只有生产部门来背 那是绝对是有问题的 至少要落到三个部门 生产部 研发部 和采购部 研发部的工艺文件下达的即时性 其实也会去影响到我们生产的进度 采购部的原材料和外写件加工的到位的即时率 也会影响到交期 第二来源 内部协同指标 内部协同指标 是可以将我们前面提到了 抱怨链转化为价值链 公司每个部门 每个岗位整体的产出 最终都是为了面向外部客户 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 价值链公司内部是通过一个链条 来共同实现价值增值 最终兑现客户价值 实现财务目标 如果按照价值链来进行分割 其实部门与部门之间 就是价值链上面的两个环节 而这两个环节之间是需要组织协同 需要相互配合 才能让价值增值 流程的效率是需要部门间的协同 才能确保流程增值 确保实现客户价值的 所以如何设计内部协同指标 对于企业运营效率和组织效能的提升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部分我们会用到一个工具表 内部协同指标分析表 这个表格有三个要素 第一是要找到我的内部客户是谁 第二个是要问一问我的内部客户需要什么 第三个是如何衡量我的有效缠出 是能够去满足好客户的需求的 比方说我们的生产部门 它的内部客户是销售部门 它如果是有内部客户这样一个概念的话 就会去问问销售部门 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 这样才能帮助你更好的服务好你的客户 采购部门它的内部客户是生产部门 也他也要去问一问生产部门 你需要我做什么 做到什么程度 才能让你的交付的及时率 能够有效的去提升 第三来源 部门相对职责 部门职责不一定要和战略相一致 或者说部门职责里 并没有标明哪些职责是战略性的 哪些职责是日常性的 知识流程作业的 因此部门职责的分解也占据了目标和指标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部门仅目标和指标 有一部分是要从部门职责里面提取 因为通过指标提取 引导部门要做好本部门该做的事 其实很多企业在刚开始制定 部门级的目标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部门的职责 部门如果仅仅是部门职责这一个纬度的话 你就会发现很多时候 部门的技巧分数很高 但是公司级的目标却没有达成 因此这里面还需要另外两个类型的指标 就是公司级的目标和内部协同的指标 总结一下 部门级的目标三个来源 一中二横三职责 一中就是公司级的目标 二横指的是内部协同的指标 三职责就是它的本部门的职责 其实一个部门如果能够有效的去承接好公司的目标 并且能够去对其他的内部客户形成有效的产出 同时这样又能够去做好本部门的职责 这样一个部门就会非常强 部门强也是我们忠诚比较强 忠诚强企业才会更加强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 喜欢的关注点赞 今天聊一下激励的话题 要想充分激励员工 就必须同时满足四个驱动力 获取 结合 理解和防御 他们得到满足的程度会直接影响员工的情感 进而影响员工行为 因此这四个驱动力也称为情感驱动力 或许我们会努力去获取一些稀缺的东西 以提高幸福感 或许得到满足就会感到高兴 反之则会觉得不满意 这个驱动力往往是相对的 我们总是拿自己与别人进行比较 而且是难以满足的 我们总是想得到更多 对应的组织措施 制定基地政策 结合 人是社会动物需要待在群体里面 融入所在团队 员工就会产生热爱 关怀等强烈的积极情感 反之则会出现孤独 愤世级属等消极情感 在工作环境中 当员工为自己是组织的一员 而感到自豪时 他们的积极度就会大大提高 而当组织背叛了或者隔离了他们时 他们就会士气低落 对应的组织措施 创建企业文化 发展团队文化 理解 即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 当事情看上去毫无意识 我们会感到沮丧 而寻找问题答案的挑战 一般会让我们充满激情 在工作环境中 员工所做的工作 如果具有挑战性 并能让他们成长和学习 他们就会受到激励 而当他们所做的工作 看起来毫无价值或毫无前途时 则会士气低落 对应的组织措施 进行岗位设计或轮岗 与员工进行深度沟通 防御 在面对外来威胁时 保护自己 保护我们的财产和成就 家庭和朋友 思想和信仰 这是我们的天性 这种驱动力根据于 斗不过就逃的基本反应中 这种反应是大多数动物所共有的 但对于人类来说 它不仅表现为攻击性或防御性的行为 还表现为寻求建立 以系列制度来推动正义 明确目标和意图 并且允许人们畅所欲言 这种驱动力得到满足后 人们会觉得安全和自信 否则就会产生恐惧 憎恨等强烈的消极情感 对应的组织措施 进行制度设计 开展绩效管理 优化资源配置 这四个驱动力都是相互独立的 没有主持之分 也没有相互替代 要想充分激励员工 必须同时满足这四个驱动力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 喜欢的关注点赞